金华城弊案除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其他被说押的四个人都已经提起抗告 而目前台北市议员应小微的裁定还没有出炉 但是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和应小微的助理吴顺明 抗告通通被驳回 高院何一庭认定他们罪嫌重大 也有勾串面证之余 确定积压两个院 而其中77岁的沈庆金 昨天突然传出身体不适紧急送医 而律师也主张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但是法官认为并没有达到罹患重病的程度 因此一样维持收押裁定 得在看守所过中秋节 被驳回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绿界了一个多钟头 等到的是积压抗告被高院驳回的消息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为任律师 标情严肃快步离开看守所 得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毕竟沈庆金五号中午 才因为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医 当时整个人坐在轮椅上不断抽搐 还得接受电脑断层检查 北索表示沈庆金经过医师评估 有外出就医需求 但当天下午就已经借户回锁 律师也疑此主张 说他年纪大了 身体状况不好 不会潜逃提出抗告 只不过高院何怡婷 六号下午把精华成案三名再押被告 提出的抗告统统驳回 认为沈庆金并没有达到罹患重病的程度 而且涉犯贪污治罪 刑医重大更有逃亡之余 应小为助理吴顺明 也是涉犯五年以上重罪 如果招保不能确保追溯程序顺利 而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也是罪嫌重大有灭箭勾串之余 三个人抗告遭驳回 确定积押禁箭两个月 特殊的动作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人要转成污点证人 如果有人转成污点证人 或许很快的就可以回家过中秋节了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因为另案的展开 例如说木可案或其他的案 导致虽然本案的积押的状况 已经完成超过四个月了 仍然因为另案再继续来积押这些被告 精华成案被告一一遭收押 就看检方比对后续公词 能否慢慢勾勒出弊案真相 接下来台北最后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积押禁箭 律师团三位成员在今天把握绿箭时间 分批到看守所会见柯文哲 研判应该是要讨论抗告事宜 但是律师团三肩其口 外界就预测了 柯文哲很可能会在十天之内的限期之内提抗告 如果抗告成功回北院庚裁 但如果抗告失败 柯文哲将确定收押两个月 被羁押的第一天柯文哲三位重量级律师 都来律箭 但是否提抗告没给答案 财定书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媒体来报道 是你们这边给出去的吗 没有没有这件事 反倒是对柯文哲财定书是否外流 严正驳斥 柯文哲卷入台北精华城弊案 二次家庭没逃过 被上铐搭球车往看守所 但错过了公餐时间 晚餐没有便当 第一餐吃饭团吐司 租近约三平大的三人设房 一般收容人洗澡是用冷水 但65岁以上会提供热水 柯文哲恰巧8月满65岁 获得每日两桶热水 可洗热水澡 6点50起床 7点10分吃早饭 助席规律 而这状况要待几晚 先看律师团何时提抗告 把捐证资料整理起来 那提出抗告的申请 那向地院提出之后 转交给高等法院来进行审理 外界研判律师团 应该会在10天抗告期限内提抗告 力拼出看守所的机会 若是抗告成功 就回北院耕材 再次展开简便招锋 但如果抗告失败 柯文哲确定收押两个月 如果抗告成功 发回到地方法院 并没有这个反复发回的次数限制 所以如果说柯文哲先生 他们的律师团队 抗告成功之后发回地院 那确实是有可能上演 两进两出三进三出 等等更多次 这样司法实务的攻防战 这是司法部门政治迫害 柯文哲9月5号 早上靠积押境界 万万没想到 10年前的同一天 他牵着太太陈佩琪的手 登记参选台北市长 展开从政之路 10年之间的变化 让人不声唏嘘 柯文哲被押 下一步也持续备受关注 谢谢中央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遭到羁押境界 太太陈佩琪传出第一时间 得知消息难过落泪 今年一早 在立委黄珊珊的陪同下 陈佩琪抵达了台北看守所 带了会客菜还有书籍 要送给柯文哲 而陈佩琪受访的时候强调 知道来到这里见不到先生 但是感觉两个人的心更近了 他也做出了四点声明 强调自己的金流没有问题 丈夫更是清清白白 绝对没有土力收贵 和周四晚上离开住处时 一样穿着黑色T恤 陈佩琪在黄珊珊陪同下 抵达台北看守所 昨天他要出门以前 他突然跟我讲说 哎 背景怎么办 他好像感冒了 我扯政口水都说奇怪了 那我好像也是一样好 连生病都同一个时间发作 所以我今天见不到他 但是我要来这边 我的心跟他是更接近的 直到跑这一趟 无法见到丈夫屋 但天气这么热 柯文哲已经在没冷气的 看守所过了一夜 所以坚持亲自到 北索福利社购买枕头凉席 也带来惠客菜和舒淇 所以昨天那一天 我很伤心难过 我打起精神来 我要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 我们继续奋战 得知科问者被裁定 羁押禁件 陈佩琪第一时间难过落泪 但隔天收起眼泪 站到第一线捍卫政府清白 他要土力收费 他一定是有这个权利 可以去做决定的 他说他就是 交给专业的人 来做一个专业的处理而已 所以他叫我说不要担心 陈佩琪发表四点声明 重申精华陈案 科问者绝对没处罚 自己也没有外界指控的 财产来源不明 我也想到说我这种 用ATM理财的方式 变成人家离之我罪名的一个证据 不要把我的存款的记录 跟我先生市政的行程 绑在一起 我的存体记录 跟他的市政的行程 不是有便当会我才去存 不是什么东西我才去存 至于科爸科妈的状况 民众党准数 高龄92岁的科爸爸 人还在住院 身体状况不太理想 科妈妈认为 面对司法打压 心理不平 但只能坚强 科文哲遭收压 面对后续的司法攻防 对家人也是挑战 介绍红卫辰台北 财报报道 民众党主席 科文哲遭到收压境界 那么看守所的会客菜 现在也是先请的话题 曾在台中看守所 被积压过的电竞直播主 Toys 他也分享 最害怕的菜色组合 就是香肠 鸡跟鸭了 因为在台语的谐音 听起来就像是延长鸡鸭 那么他也提醒 会客菜尽量避免买炸物 因为送进去的时候 很容易冷掉 另外也避免买味道太重的食物 因为看守所内的菜色 比较清淡 反差会太大 里面这个被告最害怕的 就是香肠 鸡跟鸭 放在一起 好像是最可怕的 延长鸡鸭 香肠 鸡肉 鸭肉 三道菜色料理 摆在一起看似很丰盛 但送进看守所里 当会客菜在台语协议听起来 就像是延长鸡鸭 似乎象征有不好兆头 则被关进看守所的电竞直播主Toys 过去就曾拍影片分享 最害怕的会客菜组合 如今又在网络上掀起话题 会客菜进去之后 几乎都是放了好几个小时 基本上一定冷掉了 不要买炸的 因为炸的进去就不好吃了 会客菜该怎么准备 才能维持美味又符合规定呢 Toys分享除了避免炸物 也尽量避免味道太重的食物 因为看守所内的菜色料理方式 都比较清淡 对比起来反差会太大 另外他也提到罐头类食品 因为含有铁 会被认为有机会 拿来当作攻击人的器具 因此要尽量避免 会客菜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 里面不要有骨头 不要有坚硬的东西 因为有可能会藏有金属 所以像是鸡腿饭 或者是说鱼 或是像是带壳海鲜 检查的过程当中 他是会拿金属去刺里面的 不管是肉类 或者是蔬菜 看看有没有硬硬的东西在里面 会客菜经济不少 过来人的推荐菜单也曝光 Toys就分享像是番茄炒蛋 梅菜扣肉跟笋丝 是他推荐的三道菜色 而在坚律里头 还有一种自创的泵粥 是把泡面捏碎后 再加进白粥 再撒上调味料 据说有带过看守所的人 都知道这个意外美味的 创意料理引发热议 据而综合报道 这个 4分钟 4分钟 6分钟 6分钟 1分钟 7分钟 2分钟 8分钟 4分钟 dass 7分钟 1分钟 3分钟 2分钟 这条就感觉到 3分钟 2分钟 7分钟